好了,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因為今天是我的 今天出片的日子 我早就發現了 原來超人化小星零已經是今天登場了 雖然登場了,但這條影片 也是有用的,大家可以看下去吧 因為這條影片是官方全部推出的 影片的內容 所以完全是官方說的 一些內容 什麼不可以超進化,有些都有提及到的 什麼小星不可以超進化 現在打開遊戲應該有特殊調查的 暫時的內容我就不特別去講 大家就自己做一下 還有超進化的蛋 就是我裡面的影片都提及到的 已經是出現了 我也證實了是出現了 還有好像沒有記錯 水戰龜是要200個 這個 Mega能量 也有人見過 真的有看過,不知道 即是去打水戰龜的時候 有跌了40個Mega能量 我暫時還不知道 如果最盡的話 會有多少能量 獲得多少能量 首先現在因為 因為這條影片裡面有個Mega進化的時間表 但是這裡官方就有個 叫做完成 首先大家在參加我的活動之前 就完成了這個超級 大探索線 即是Mega大探索 就可以獲得這個大針鋒的Mega能量 還有可以挑戰這些 超級團體戰 還有可以用高lap shot 可以分享你的圖畫 事不宜遲這條影片開始 好,今天回到去玩PonGo 這條影片應該是早過 9月的活動內容 先出現的 因為官方說 最快是8月尾 就會推出 但它的活動時間是9月1日 是快過了那些活動的 所以 這條影片就要給大家幾天看了 幾天前就要給大家看了 今天應該是星期六左右 星期六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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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就會出 PonGo 星期日就會出 Mega大探索線 好像不是 但我看看到時候怎麼想 總之有機會 今集就要說一下 Mega盡快 在9月的活動 已經是官方認可 官方實證了 因為這條影片拍的 已經實證了 如果有更多 當然是想說 其實我拍這條影片 是星期四 就是 前幾天都已經有點模組 但今天就多一點資訊 官方也有寫到 首先推出的 第一批的Mega進化小型 就是 第一代雨三加和大進鋒 也有說到 如果活動 就等多一會 就看到最後 最後再說 現在也說回 Mega進化主要事項 第一 Mega進化小出型 就已經出色違版 什麼鬼版也有 第二 竟然有大腿 大腿的色違版的Mega進化超厲害 還有這個蛋 Mega進化蛋 和Mega進化團體戰 打完勝利 有一個 標誌 第一 Mega能量是通過Mega團體戰獲得 對 獲得 然後如果你越快打贏它 你就要獲得更多的能量 暫時等到二十人打會是最好 最好就是二十人你都懂得 和強 就最好 就可以獲得更多的Mega能量 快點將你的Mega進化 還有呢 初推出Mega團體戰期間 真的橫跨九月 應該十月的話 就會出回 即是在初推出的時候 二至四星的頭目是沒有的 即是你說有些 黃蛋 都沒有的 剩下就是一星和五星 五星 五星就繼續留 所以如果大家 可能三十一號 八二三十一號 就可以看一看頭目是甚麼 五星 因為已經推出了 你也知道 還有Mega團體戰 記得打打 Mega進化就需要消耗Mega能量 說到明 暗影和複製小人是不可以Mega進化的 但官方都沒有提到 如果是裝飾 有些飾物的小精人可不可以進化 有沒有提到 暫時不知道 因為它沒有敵情畫特殊 小精靈無法進化的話 我就明白一點 就包括暗影 都不可以進化 我說到 到時 可不可以進化 噴火龍 不是有XY的 但是 它這裡是有選擇給大家的 可以選擇是進化X和Y 但是它儲存的能量應該都是一樣的 如果是愚無二合 因為它可以選擇 那就是一樣 儲存的能量 需要的能量應該都是一樣的 X和Y的Mega進化 而Mega進化後 相同屬性的招式 就是要加成 還有新增了Mega圖鑑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你的Mega小精靈 這個樣子 還有沒有說到的 就是有些徽章 包括什麼 就是你Mega進化的種類 種類是 就是你 進化Mega大津鋒 10次 這個不是代表種類 如果Mega進化大津鋒 Mega進化團體 噴火龍 這就是兩種類 還有呢 第二個徽章是什麼 好像是 普通銀銀金 還有第二個徽章 就是 Mega進化小精靈的次數 那就是 Mega進化大津鋒 你進10次 那你就有累積了10次 累積了10次 在這個徽章裡面 可能要達100次 那就是100分之10 然後Mega進化活動時間表 這個也是大家期待 我只是提醒大家 官方都說過 原來是這樣的 這個呢 最主要就是說活動的時間表 好了,9月份是有特殊調查的 那就是關於Mega進化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活動 那應該就是 原武以外是大針鋒 而去到9月1日至9月7日 就是為期7日 那就是Mega團體制的活動 那然後9月11日至9月27日 就是Mega對戰活動 那就是整備公佈的活動 那9月22日至9月28日 就是火部Mega進化活動 那原武以外 如果說初期不會有2至4星的頭目 應該可能10月就會有 那大家就注意一下 那Mega進化的內容就是這麼多 那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讚好 有什麼疑問歡迎下面留言 還有沒有看這個 因為這條片我也是省得比較久的 那就是大師聯盟的輕鬆五勝 暫時也是OK的 這個對面挺穩陣的 雖然最近有點黑聲 但是詳細內容 那下星期三就會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過了星期 究竟這一對月有沒有問題 那關於Mega進化9月份的消息 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就不說了 那下次再見,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